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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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88起病例 其中一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不过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卫生部促请民众 不要怪罪、歧视或标签 任何来自感染群的病患或群体 另外 全国警察总长 Dansree Abdelhamid证实 目前国内共有44名警员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有超过900名和确诊者 有过接触的警员和家属 正在自我隔离 为了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加强对道路车流量的管制 雪州嘉颖警方将从明天8号开始 24小时封锁8个路段 以及在10个地点设置路障 比原本的7个路障新增了3个 为74天 嘉颖地区原本的7个设置路障的地点 包括交赖嘉颖大道往吉隆坡的方向 嘉颖收费站 万尼收费站 四里布特拉镇收费站 加福大道收费站 呼鲁冷月县双西瑞21及24里 警方将在以下的3个地点增设路障 也就是新街场大道往伯特拉大水方向 苏埃拉玛达拉往布城的方向 和交赖14里路 他表示 另外8个全天候封锁的道路 分别是西米山往电动火车隧道 全国警察总长 Dansree Abdul Hamid指出 警方将会加强人手监督边境地带 避免因为非法移民闯入我国 而引发出现第三波的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 PDRM akan mengambil langkahan untuk mengetatkan lagi kawalan di sempadan dan juga di perairan menerusi opsnya ops wawasan ops awas dan ops batas di Sarawak sementara di Sabah pula ops taring so buat masa ini kita mempunyai lebih hampir 2,500 orang pegawai dan pegawai pangkaranah yang bertugas mengawal meronda di perbatasan dan juga di pantai-pantai Abdul Hamid还说 警方也根据卫生部的建议 在全国范围 同时展开五次 针对非法移民入境的行动 而警方也在行动中 展开逮捕 其中在这个月5号 一艘载有202名 罗西亚难民的木船 偷渡进入 弗洛交易海域 结果被大马 海事执法机构拦截 船上的所有人 包括45名女子 以及5名孩童 一律被捕 雪州沙阿南市政厅 在昨天 和几个政府 及非政府机构 在多个公共场所 展开消毒行动 副市长 Mohamed Rasidi表示 这次的消毒行动 是根据卫生部的指南进行 并在展开行动之前 召开了两次会议 这次的消毒行动 出动了122人参与 市集单位 包括阿南弗拉公司 巴达林县卫生局 消整局 和沙南市政厅 旗下的小组等等 行动分为17个队伍 分别在第三区 第四区 第六区和第八区 等公共场合 进行消毒 此外 市政厅也将在 本月7号到10号 到第16区 第25区 双西茅诺新镇 和第六区 北甘苏邦的公共巴沙 和周边地点进行消毒 北甘苏邦的公共场合 水电视连续 全部都已经 正好 沙南 怎么办 有很多在外面 谁 我们必须抗选择 他们从来出入 只是他们在明晨 起床 起床 在哪里 那里 那里 用这 这 绿绿的人 除了 除了 使用 除了 使用 使用 优众 绿绿 优优优优独播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 欢迎回来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医疗防护装备日渐短缺 对此青年级体育部技术培训学院制作了2500套防护衣 给执行的医护人员 确保他们在为新冠肺炎患者治疗的同时 也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 青体部长达德斯里里萨在一份文告中指出 首批的2000多套防护衣 是由杜顺大和日德里的青体部技术培训学院所制作 而接下来的第二批将会生产更多的防护衣 因此青体部计划将全国其他地区 如雪邦、大马鲁、瓜拉冷月、大山脚 以及巴尔等地的技术培训学院 一起加入制作防护衣的行业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马六甲大马联邦农业销售局 体谅人民购买新鲜食品的难处 在埃及勒设立了管制新鲜菜市场 这个菜市场是以德莱苏、Drive-Thru和线上购买的方式 进行营业 销售超过50样蔬果和新鲜食品 为了减少人民患上新冠肺炎的风险 管制新鲜菜市场顾客必须遵守规矩 这包括了戴上口罩 以及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另外,顾客也必须接受体温检测 顾客也对这个计划表示欢迎 同时也希望这个措施 可以在行动管制令结束之后 可以继续落实 我设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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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新鲜菜市场的营业时间 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从早上八点三十分到下午四点 而在星期六和星期日 营业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中午一点 在星期五三十分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欧美国家持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击 在过去24个小时 美国新增3万起确诊病例 总数累计到36万7千多例 相当惊人 而死亡人数也新增1255起 累计超过1万例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恶化 尤其是在纽约 当地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3万起 死亡人数达到4758人 纽约州长科默宣布 延长防疫措施到4月29号 所有非必要商店和学校都暂时关闭 另外他也宣布加重刑罚 违反社交距离的人将罚款最高1000美元 或大约4300令吉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已经达到10871起 是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 第三个死亡病例超过1万人的国家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上个月27号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如今病情恶化 已经被送入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约翰逊已经要求外交大臣拉布 代理首相的职务 因此不会影响英国政府的运作 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 约翰逊病情恶化 在医疗团队建议下 转入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拉布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他已经被要求在必要时 带领约翰逊的职务 他强调政务会继续运行 并且重点会继续放在 约翰逊制定的方向 确保抗议计划得以执行 约翰逊入院的消息传出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对方松上祝福 为他祈祷 我还要邀请祝福 另一方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推特上表示 支持约翰逊 希望他能尽快战胜病魔 55岁的约翰逊在确诊后 开始在家中展开自我隔离 不过因为发烧和咳嗽等症状不断 所以入院接受检查 当时他还表示自己精神很好 西班牙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排在第二的国家 疫情当前 当地的一名商人却怀疑为了一己私利 偷走了多达两百万个口罩转卖到葡萄牙 目前这名商人已经遭到警方逮捕 协助调查 法新社报道 西班牙当局是星期一 在北部加利西亚逮捕这名商人 根据警方透露 这起案件是发生在圣地亚哥 一家破产公司的工厂内 当时 这家工厂遭遇抢劫案 两百万个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不翼而飞 涉及价值大约五百万美元或大约二千三百万令吉 经过警方调查后 相信幕后黑手是该名商人 警方相信该名商人是要把这些口罩转售到葡萄牙 目前西班牙警方已经要求葡萄牙警方一起合作 调查这起案件 哥伦比亚在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当地政府在上个月宣布封锁所有国家公园被迫关闭 而当地时间星期一 一家动物园就因为失去了游客的收入 而面对财务困境 向社区发出求助信号 希望大众可以提供援助维持动物园的运作 当地媒体报道 这家位于卡利市的动物园 平时都是依靠游客的消费赚取收入 维持动物园的运作 如今 这家支出达到十万美元的动物园 因为受到封锁的影响而面对财务困境 当地的管理层指出 目前他们通过储备金和银行贷款 来维持动物园的运作 但是他们没有人能够预测 封锁措施会持续多久 他说 目前管理层面对的最大问题 就是这些动物的食物开支 因此他希望当地政府和社区 可以为动物园提供援助和支持 度过难关 新闻的尾声给您送上 本地网络创作人的抗议歌曲 留在家中 这首歌曲的歌词 简单 朴实 但是每一句都表达了最直接 诚恳的请求 就是恳求每一个人留在家中 一起负起责任 对抗这场疫情 感谢收看华语新闻 我是黄康鑫 我们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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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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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皂本来就是一件首制品 在步入工业兴起时期逐渐转化为工业化生产 但随着健康意识的抬头 近年来又兴起一阵手工皂风潮 其中采用的天然配方以及护肤的功效 一直都是手工皂的卖点 市场上推出的种类也层出不穷 手工皂建得多 但你知道手工皂还能注入环保的元素吗? 烹调煎炸食物后剩下一大锅的油 如果重复利用听说含有致癌物 如果直接倒掉又觉得可惜 这通常都是家庭里都会遇到的难题 如果回锅油不算太肮脏的话 或许你可以考虑添加一些材料 把它制成回锅油皂 省去了倒掉的烦恼 减低环境的污染 三勋木手作工房的负责人崔杰施 为了提升家庭的环保意识 进而开设了手工皂教学工作坊 一般的用心油制作的肥皂 我们可以使用在身体上面 例如洗身体 洗头 洗头发 这样子或者洗头发 洗脸 或者洗身体 主要的话就是帮助我们 达到护肤跟滋润的效果 回锅油肥皂主要我们是使用 已经翻炸过煮过的一些石油 我们为了不要倒掉 不要浪费 我们就会循环使用 把它制成可以居家使用的 一些清洁的肥皂 回锅油肥皂的话 因为油脂已经变质了 因为我们在煮草的时候 经过高温反应 所以它可能会产生一些 致癌的化学的一些物质 所以如果我们在循环使用的话 我们只用在一些居家的清洁方面 例如我们可能洗炉灶 洗锅子 洗碗碟 或者洗地这样子的 回锅油看似肮脏油腻的 废弃石油 但是制成肥皂后 可是强力的清洁灶 适合用来清洗油质和污垢 非常奇妙 但是使用回锅油灶来清洗 也非常讲究 最好不要直接或间接使用在 会接触人体的用品上 例如洗食材或者洗衣服 其实用回锅油肥皂来洗东西 是非常的干净的 因为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在制作方面 我们在配方上面 会做一些特别的调整 主要我们就是使用回锅油 然后在制作过程的时候 我们会先将那个油 做一些清理的工作 因为回锅油可能 它就很多的一些杂质 如果说比较大型的杂质 比较大颗的一些杂质 我们可能就是先进行过滤 之后我们就会先处理 微小的那些物质 最后我们就会处理一些油 味道上面的一些情况 例如你知道了海鲜 或者一些肉类的 味道其实都比较重 因此的话 我们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处理手法 会将这些油改变它的一些味道 让它闻起来的话 就比较容易接受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 拿去做一个煎炸 让它水分在油里面挥发过后 其实你的油就会变得 比较清香一点 那甚至当然有一些人 他们也会用一些植物 例如好像说虾毛 或者是斑兰叶 其实也是可以的 说到底回锅油肥皂 毕竟是用在居家的食物上 所以避免用过于肮脏的油 制作回锅油肥皂的材料 不会太复杂 主要就是有回收的回锅油 水和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主要的存在 是分解我们油里面的脂肪酸 就是让我们一般上看到的 就是液态状的油 对不对 就是回锅油 可以经过一些脏化的反应 而变成我们使用的 一些固体的肥皂 所以当我们的回锅油 制作好了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还是成液态状的 不过我们会把它装进一个膜子里面 氢氧化钠的减性极强 具有腐蚀性 因此在处理氢氧化钠时 需要戴上手套 当氢氧化钠溶于水的时候 会大量地释放热能 所以在制作过程中 要不断地以温度计去探测温度 戴凉了以后 才加入回锅油搅拌 回锅油毕竟是使用过的油 还残留食物的味道 如果想要改变气味 可以依个人的喜好 加入适当的精油 以增加香气 我们通常来讲 都会用一些天然的植物粉 去做一些调色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回锅油罩 不要这么单调 希望有一点颜色的话 有点色彩 那你可以加一些天然的食材 那我们因为在推广环保 那你可以用一些 可能使用过的咖啡渣 其实也是可以 因为咖啡渣 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臭味 就是去除一些 可能雨腥味 一些特别的辛辣的味道 都可以的 当然如果以刚才介绍的方式 去处理的话 其实我们的肥皂 还是会有一些油的味道的 只是可以减轻而已 所以当我们的肥皂 做好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添加一些天然的精油 去改变它的气味 增加它的香气 家庭制作的回锅油罩 可以比较随性 以塑料盒装起来就可以了 制作回锅油罩的过程非常快 但是肥皂制好后 需要进入一个晾灶的过程 就是将肥皂静置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待熟成以后才能安全使用 回锅油罩其实使用方面 是非常安全的 主要的话就是因为 我们有做这个晾灶的过程 因为当我们的回锅油罩 一做好的时候 它的减金其实还是挺高的 所以我们不建议 肥皂做好马上使用 可能对我们手来讲的话 可能感觉就比较有点刺激性 所以当我们晾到大概 三个星期一个月的时候 它就会降到安全的水平 那个减性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方面 是非常安全的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 不用戴手套 可以直接握入我们的回锅油罩 可以清洗家里的东西 崔洁师一开始是售卖手工皂 后来发现比起销售 开班授课的方式 更能提倡环保和健康的概念 才决定将重心 转移到工作坊上 以小班制的方式 分享和传授手作知识 有一些人坦白讲 会有一些意见 因为他会觉得回锅油 已经是经过高温反应的油 那如果再拿来制作肥皂 可能就是对我们使用上 不是这么的安全 或者没有这么的好 对我们的皮肤 那所以我们回锅油制作的话 其实我们只是用来 清洗一些居家的环境的一些清洁剂 我们当作这样使用而已 所以的话如果我们利用 已经是高温反应过后的回锅油 来制作肥皂的话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打造环保的那个衣食 因为来讲的话 我们的回锅油已经是被使用过了 如果我们直接 倒进我们的排水管 流进大海的话 其实会造成污染 那如果我们循环再使用的话 其实它就是变成了一个环保的肥皂 如果我们拿回锅油来清洗一些碗碟 或者是一些炉灶的时候 那其实它流进排水管的话 它其实可以被大自然分解的 所以的话 我觉得这个掌症是看个人的角度 那我觉得我卖可能也会比较困难一点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教 你把这个手艺学起来了 那个你就是一辈子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是真的可以多一点人在学习 然后传授下去了 其实回锅油肥皂制作起来并不难 如果尝试去学和动手做 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如果不知道如何处置回锅油 与其白白将它倒进排水管里 倒不如做成环保的肥皂 让它勿尽其用吧 前线失窗采访报道